哈囉大家好 我們家的綿杆竹節蟲呢 就生了第一個小寶寶已經出生了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移到另外一個小的飼養箱 因為那邊的我們的幽靈竹節蟲還有那個小椒 它太大隻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移過來怕它吃不到東西 然後呢移過來的時候我們會找一個容器 要放這個這個是插花的海綿 然後呢要容器盡量找寬口一點這樣它比較穩 才不會葉子插進去之後就倒了 然後呢你在這個是插花海綿 插花海綿呢盡量把所有的空間都填滿 不然萬一小竹節蟲掉進去跑不出來就糟糕了 然後呢我們會在裡面噴水 噴到非常的濕 但因為這個海綿很軟 所以你可以隨便壓一壓去塑形都可以 那現在這個已經是半濕的狀態 它還沒有完全吸水吸完 那我們讓它全部都吸滿了水 之後呢維持濕潤之後呢就可以開始準備 把芭樂葉插上去 然後呢這邊我有準備一些比較嫩的葉子 因為它還很小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比較嫩的芭樂葉 像這樣子芭樂葉連著它的筋一起 然後你就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這樣就很像一個盆栽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放進去裡面 就變成一個很像小型的植物盒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小寶貝抓出來囉 我來找一下它在哪裡 等一下它跑好快 我們現在要先把我們的小寶貝抓出來 因為它在這裡面其實還蠻容易找不到它的 它不小心就被我用吸塵器吸大便的時候 就被我吸走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換起來 來這是我們的小小的棉感竹節蟲 它剛生出來是綠色的喔 很可愛你看它要爆爆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放進來這裡面 讓它吃嫩嫩的葉子 進去了進去了 它爬太快了 進去之後 它開始吃了 有沒有好可愛 沒有 因為這裡我把它挑嫩一點的葉子 所以它應該吃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呢 綿感竹節蟲 藥養竹節蟲 一天至少要噴兩到三次的水 因為水分對它們而言還蠻重要的 對 尤其是在它們在脫皮的時候 如果沒有水分的時候 很容易就沒有辦法脫皮成功 好那我們現在要準備把它 蓋起來囉 然後 OK 壓下去一點 OK 好那我幫它噴一點水 讓它噴一點水 下雨的感覺 OK 好那現在把它蓋起來囉 先讓它暫停在這邊 等它長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再把它移回去這一個 這個 往藍裡面 它比較好攀爬 今天小翹頻道由Tony的媽媽帶打 所以呢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小翹頻道喔 繼續訂閱Tony跟Claire 謝謝 謝謝 教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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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